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元月23日澳门星豪影会 到时你在告诉我究竟什么是全球功夫盛典 感谢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那接下来呢 这场新锐战 59公斤级的新锐战呈现给大家 蓝方选手代表了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今年21岁 身高是1米70 首次走上武林凤德里台 需要大家支持的掌声 来 有请袁智斌 既然是新锐战啊 两位年轻人都是起步阶段 都需要大家更多的鼓励 红方选手代表了勇者功夫太极战队啊 也是非常的年轻 身高是1米77 这是他第二次走上武林峰的经历 来 我们有请长远梦 长远梦 厂上裁判牛曹旺 比赛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1500平民有没有大厅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峰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一场59公斤级的新锐战 红方选手 来自勇者功夫太极战队的长远盟 南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袁志斌 是的 两位小级别啊 59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 从资料上显示两个人都是这种 三大系转到自由搏击的 擂台上的选手 而且两个人都参加过这个 武林峰的海选 所以应该说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两位选手 从年龄上来讲都比较年轻了 对 一个2003年和一个99年的 那么身高上面有7公分的差距 好 长远盟身高1米77 臂展184 蓝方选手袁志斌身高1米70 臂展1米74 在臂展上的差距更大一些 对 1米77 然后臂展能够达到184 那么在59公斤 这个级别71米77就是相当高了 对 对 而且它的臂展又是相当的惊人 是 那如果这个臂展如果真的要是 好好地利用起来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啊 是 不知道年轻的选手 而且两位都是这个初次登上 武林峰的擂台 不知道这个优势能不能够发挥的出来 我们看现在的这些年轻的选手 比你们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59这个级别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身高 就可见现在的小孩 就普遍这个身高上会长高一些 是 可能是营养会非常好 对 第二个 他们的这个训练 就是要比起我们那个时候 要更加的可求 更加的系统一些 所以你看现在的年轻选手 他们的这种技术动作 都是相对于来说 要比我们那时候要成熟一些 哦呀 好 时间暂停 这个声音能够听出来 这一扫腿有多重 是 结实地踢到了当步 按照规则规定 可以最长时间休息五分钟 那要看这个裁判怎么裁定吧 对 应该问题不大 对 好 继续进入比赛 简直进入比赛 这什么蓝 collect Say 媒体 turnaround liquids 这种蓝商动作 袁志斌的这个 漂亮 就是 lock 基本功 就是两圈加一膝 或者两圈加一腿 我们再看一下 加膝了 所以现在的年轻拳手 他的这个训练是 比较贴近这个自由搏击了 就是他刚开始接触 就是接触到自由搏击 对 而像我们那个时候 接触的是三打 然后才转到自由搏击 所以有一些技术动作 他已经就是形成成型了 再要去改的话 就特别难改 那现在的这个年轻拳手 他们就是从自由搏击开始练起 对 好 这个是秒 这个是 扫腿的时候 这个重心丢掉了 被对方一个正正腿堵击 这个局间的休息 在这一段时间 教练也会根据他们看到的场上情况 对 可以给他们做进一步的指导 是 接下来该怎么打 对 可能两个人都是首次登陆 这个武林峰那个 对对方都不太了解 对 那么也要通过一局的试探 通过一局的适应 好 这是一场59公斤级的新热战 现在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嗯 嗯 红方选手 常元蒙 蓝方选手 袁志斌 哎 又到罗豹了 啊 贴得很近 那么其实 呃 选手就是这样 为了给对方更多的压力 就是说 呃 尽量 不往后退 就不往后退 那么 呃 自己的这个教练员也在说 要往前走 给对方更多的压力 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摟爆 对 但是摟爆的话 是这个我们 比较消极一些 对 我们也觉得裁判会有两次的提示 如果再出现一次的话 就会出现扣分 好 肌腹 哎 抗手打准 你扯进篮子啊 前向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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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篮子 对 这个篮子 过后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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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二 三 哎 两位选手 这个 一 恭喜一 在打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根系 哎 这个会给裁判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对 就是你在贴定的时候 你不是被动的去摟爆 而是你还有 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提起的动作 好 不要不要去转身把背给对手 对 我们裁判也给了一次的提示 是 呃 所以年轻的运动员刚刚登上了擂台 有很多的不习惯 包括规则方面 对 规则方面你看 我们裁判会会提示你啊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对 会有提示 哎 但这个提示也是 呃 有次数了啊 嗯 这个不能一直提示你可能 有两次的机会 有两次到第三次可能就会对你有一个警告了 对扣分了 所以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还是要去 读懂和解读 我们的比赛的规则 哎 好的 虽然这个拳并不是特别重能够 清楚的听到那个声音非常重 还是要提示 不要弯腰 哦 两次了 哦 这是第二次的提示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是 因为再有一次就要警告扣分 这是一个平时训练的习惯 是 再加上就是在在登上擂台之后 他的一个经验 就在你被动的时候 你的体能下降的时候 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被动的一个动作 就是去摟抱呀 或者去扳腰呀 哦 这个中枣很重啊 好 第二回合 结束 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两位其实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像你刚刚讲的 现在的年轻人 开始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意识 自由活气的意识 拳呀 腿呀 就会比较全面 拳 腿 膝它都有 对 而且拳法的这个 多样性都是有的 对 那看年轻选手就是看 他们哪一些不足 就是力量不足 而且击打的能力 击打的效果 可能就相对于差一些 好 第三回合刚开始 裁判就提示两个人 尽量减少摟抱 对 因为在第二回合当中 两个出现了这种 过多的这种摟抱 对 所以我们的 武林分的规则 还是提倡主动进攻 对 尽量减少一些消极性的摟抱 好 又到竞争了 这个时候 哦 第三回合非常的重要 因为 前两回合来看 两个人打的比较焦左 是 所以两个人还是想能够尽量去争取武林分的首胜 是 这两位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去鼓励的就是 他们还是比较敢出动作 对 就我平常所训练时的动作在立场上都会去用一用 对 所以现在的年轻选手真的 就他们不但这个技术相对于成熟一些 而且他们的心里面 也比较成熟 也成熟一些 就他们真的是敢打敢拼 是 敢去出动作 很少 解析 到 不错不错 有法要 再做再做 再做 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说 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就是这个力量上呀 或打击的效果呀 对 可能会欠缺一点 你只有敢出动作 说不定哪一拳哪一拳你就留着了 对 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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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转身了 裁判又提示了 这个应该是被动的转身 能够感觉得到红方选手这个时候 大口的喘气啊 对 又转身了 这个是体能下降的一种表现 所以很被的 哎呀 可惜了 这个转身的动作对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两次提示的机会出现第三次 要被扣掉一分 好了 这个时候 红方选手 呃 比分应该是要 要 被扣掉了 所以现在没有 撤退可言了 是 我觉得想获胜的话 就得要拼了 不要乱 对 看手不要乱 看手不要乱啊 坐坐坐 看手 体能到了一个极限 两个人能够看得出出动作已经 呃 很难去完成动作的质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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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站不完啊这个时候 对 对 还是在平时的训练的积累当中 没有把这种心肺功能 充分的去适应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的节奏 所以一旦这个比赛中这样的一个高强度高密度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难受啊 是 腿发软了 漂亮 好 还有10秒 你能感觉到他还有意识 还想去出动作 但是身体上的已经不允许了 对 最后10秒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 走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号裁判 26比30 三号裁判 26比30 比赛结果 来 放射 有请商修市长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先生 有请雀山县刘念复实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念女士为双方颁奖 在武林峰第一场比赛赢了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现在就想说 这段时间感谢我的教练 感谢我的团队 更要感谢武林峰这个栏目给的这些机会 这场比赛感觉怎么样 这场比赛备战的有十几天吗 感觉打的还不是太理想 不理想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 然后就心里有点紧张什么的 不管是对手还是自己 感觉都和以前打的都感觉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首先是武林峰这个平台吧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平台 心里多少会有那么点压力 然后也挺激动 接下来呢 为大家呈现的这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 即将登场的这两位啊 都是与我们的超级新人王的冠军擦肩而过啊 但是这样的大赛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 也是极为的难得 在这个大赛当中得到了历练 得到了成长 今年的也是两位的第二次切磋了 二番战 在一番战的时候呢 双方打满了四个回合 蓝方是艰难的获胜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状况 蓝方选手代表了郑州顺远搏击俱俱乐部 在泰国呢 拿到了巴格拉全场61公斤级的金腰带 来 我们有请中国虎金虎 上一次和李元坤比赛苦战四季 艰难取胜 我已经对他非常了解 这一次我一局结束了 红方选手呢 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在那一台上勇往直前的一位选手 代表了星辉搏击俱乐部 他拿到了金舞英雄的金腰带 他就是平头哥李元坤 原配主委 比赛现在开始 比赛 已经是准备俱乐部 感谢观看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1500平一门大厅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峰 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 两位选手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红方选手李源坤 南方选手金虎 就在前段时间两个人有交手过 对 两个人刚刚打完2020 60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争夺 是啊 两个人都虽然说 立这个金腰带这个 没有能够最后 这个拿到金腰带 这个被淘汰了 但是依然在这个赛制当中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对 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 经过了那个残酷的 60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争夺之后 两位的这个进步有多少 因为当时我记得 这个我们前面是这个 循环淘汰赛嘛 包括到最后 我觉得一场一场一场的比赛 我们都说对他们来讲 是很好的历练的机会 是锻炼 是锻炼 也看到了他们的进步 不过今天再次对他们进行检验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两个人心里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李文坤呢 他是跟对方二番战 对 之前有输给过对方 所以今天抱着这个复仇来的 对 五月份的这个新人王的比赛 双方运动员是苦战四局 金虎获胜 所以两个人的实力 还是骑虎相当的 对 所以输的可能并不是特别服气 今天上来你就能够感觉到李文坤这种比较强势 压队 压队 防徐打 互换低扫 现在只是第一回合 还没有开足马力 对 要把动作签先顺一顺 在能队控制下距离 这个动作 这个叫什么动作 反击 拨腿反击 做的并不是太顺 中间有一个稍微的停顿 对 虽然比较熟悉了 比较了解了 我相信赛前的备战也比较的充分 但是上场之后还是要再试探一下 因为不知道他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所以作为两个人其实都比较年轻了 对 所以年轻选手可能在两三个月 就会有一点变化 有一些进步 两个人互换 低扫 又是拨腿 这个时候直接给了反击 但李元坤在背这个拨腿之后 他也没有说有着急什么 他也是就稳稳地在等着 看你接下来要怎么 对 前百天就挂到 最后十秒钟 看能不能抓住机会 第一回合 时间不多了 所以再想扩大这种比分优势 可能有一些困难了 打得也比较稳 第一回合 这两个人我觉得 并没有说按照对方的技术 去做一些调整 而是尽量地去发挥出自己的东西 对 而且还是说 你来准备招 我就准备着去拆招 对 不像 的确是有进步了 不像就是 我们在看这个超级新人王争夺比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拼劲十足 就觉得我一定要拿下 好 这是一场六十公斤级的超级战 同方选手来自新辉搏击的李元坤 男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金属 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起上 好 近虎这个时候事业没问题 好 比赛继续 好 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应该是李元坤喜欢的距离 中间距离的距离 中间距离的距离的距离 互换 平头哥李元坤就是一贯的特点 就是毫不推缩 对 一直往前进 是 我们看到金虎有一个推对方的这样一个动作 推完以后有这个进攻的距离的以后紧跟着斜动作 看 又是推 所以金虎在资料上显示 还是要比对方的这个身高要远一些优势 身高1米75 臂展1米78 李元坤身高1米69 臂展1米70 所以身高臂展有优势的情况下 就是进攻的距离要稍微比对方远一些 是 所以你看到 近距离的时候 哎 这个金虎他就非常聪明的要把对方推开 适合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距离 护换拳 紧细的防走 两人进攻节奏比较快这个时候 在没有绝对的这个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动作其实并没有开足马力 对 特别的去发力 我们的裁判提示 平哥李元坤 就是头要抬起来就 我们说为什么裁判要给一个这样的提示呢 就是也是为了保护对方 保护对手 因为你的头太靠前的话 两个人在拼拳的时候很容易撞到这个头部 两个人头部相撞的话 很容易受伤 是 好了 组合拳 在超级新人房的争夺过程当中 那几场比赛 我们看张虎的表现 体现出来的一个这个 比较不太好的 就是他体能有时候会有点温期 是 两人 这个时候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相似 打完组合拳跟腿 打完组合拳跟腿 10秒钟第二回合 其实在第二回合 两个人的这种打法就比较消耗体能了 消耗体能 就是你来我往 然后互不相让的这种打法 特别消耗体能 对 但无奈也找不到一个破解的办法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红方选手李元坤 蓝方选手金虎 好 第三回合 李元坤开始把速度加起来了 对 看来对这个胜利的渴望更加 对 更加可怕那些 对 要复仇 对 要复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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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的前手 后腿的震灯腿 他就控制下距离 因为李恩坤他是想打这种中进距离 对 因为他的拼打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 是 所以作为金虎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躲闪 躲在对方的后继扫腿 又是一个躲的 调整一下 金虎很聪明 反击后中扫 这个时候 金虎要压制对方 翻 下来了 这个时候吃地扫了 拖展后的反击 转身的 这是一个 有意的倒地 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转身以后 你踢空了以后 你是背对的对方的 非常危险 所以说正式倒地的话 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 两个人现在是互换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 谁的动作的这种 效果更好一些 尤其在互换的时候 谁动作更重一些 点更准一些 谁更占据优势一些 第三回合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李元坤是否能够复仇成功呢 最后十秒了 一直都是在这种对拼 其实这个 这种打法 其实就是我们看着 还是场面挺激烈的 对 不过这个判罚的南齐 就要留给裁判了 是 我觉得李元坤 李元坤吃亏就吃亏在自己的这种身体 可能稍微矮一些 对 近屋距离稍微近一些 对 所以要想去激动作用方法 可能就要更近一些 对 所以一直近屋再调整距离 就不给你距离 不给你距离 前次正登腿 所以金虎今天打得还是比较聪明的 对 好 我们来看一看是 李元坤能够复仇成功 还是金虎第二次战胜 李元坤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贝勒 有请泰康县科维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宣学岭先生 有请宇阳县寻村镇三星商行总经理 孙少强先生为双方颁奖 五呼一口 祝贺平诺哥 好 再次祝贺平诺哥李元坤 感谢祝贺平诺哥 谢谢 最近一直在加强 对对 然后一直在加强这个 因为平时 因为每一场比赛之前都是靠体力 上去都是硬冲啊 然后三局打下来了 然后不知道自己打了什么 然后想 毕竟因为想在这个阶段上想 想长期发展 但是又想让自己成熟一点 不可能永远要像新手一样 永远是靠体能靠体质 但那样走不长远 那这场比赛试了试之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蛮好的 就是能够心态能够文静下来了 挺好的 也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满分吧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也没有输了就输了 也没有什么理由 是吧 回去继续总结经验 有机会再和他来一场 这场比赛打完和之前的那次你们两个交手有什么不一样吗 感觉 感觉没什么不一样 他也是老样子 就是在于我出现问题了 感觉身上比较软和深 不停止使唤 感谢武林峰给我这个平台 我会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呢 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 呈现给大家 蓝方选手呢 是其散打泰拳自由搏击 于一身的一位运动员 2016年拿到中国自由搏击紧标赛的冠军 今年22岁 身高是1米77 我们有请 封天豪 代表了山东向王搏击俱乐部 这是我们搏击界难得的双子星 这位是弟弟 尽管在我们的超级新人王当中 没能够走到最后 但是意外地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短板 这样的收获 我觉得应该和奖 对 场上裁判赵妍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是 来自山东向王格斗的赵博士 蓝方选手冯天豪 赵博士大家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了 因为刚刚参加完2020中国超级新人王 60公斤级尖腰带的争夺 如果是50分的老全迷 对这两位应该并不陌生 对 两位都曾经不止一次的参加过 50分的这个正裁的比赛 是 刚刚我们也有介绍说 红天豪他是一个几乎是全能 三能 三能运动员 对 全民称为三能 是 散打胎拳 自由搏击 都有涉猎 这两位在身高臂展上的差距 有一些 比较大的 赵博士身高1米67 臂展1米67 蓝方选手冯天豪身高1米77 臂展1米75 是 两个人在比赛的经验上面 这个一个9层的比赛经验 一个6层比赛经验 所以相差无几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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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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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都是反架 所以一上来 我们看到赵博士这个 这个 求胜的欲望更强烈一些 先发起了主动进攻 又是一个直接的后置拳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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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啊 漂亮的 可以啊 组合作票一下一下 怎么可以的 所以赵博士今天也意识到 就是说 在这个身高臂展上面 我不但有时 我可能进攻距离 稍微更短 所以我要齐前发动进攻 对 我要压进去 打更近的距离 更适合我一些 我会更占便宜一些 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赵博士 就是在步步地压进对方 好 又有命中了 红方赵博士也是我们 武林新一代发掘出来的运动员 是 然后今年 我觉得是他提升比较快的 是因为他参加了这个 超级新人王的比赛 那现在我们武林新一代也重新启动了 开启了一个新的赛季 是 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 冯天豪这个动作的频率也慢了 对 防守的拳也拿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被动 想要去抱对方来延迟这种比赛的节奏 又是被对方 好 还有石阳 第一回合可以调整调整 第一回合可以调整调整 这一回合这个冯天豪被对方夹制的很难受 对 所以这个时间到了之后对冯天豪来讲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调整 对心里部下可以放松一下了 短整一下 看看接下来第二回合怎么样去安排一下战术 必须要调整了 对 确实今天赵博士用了这套战术 他是能够看得出他在赛前有做组准备 看一下回报 好 60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赵博士 蓝方选手冯天豪 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了 赵博士还是像第一回合一样 提前发起进攻 对 上来就不服紧闭 可能也看到 对方在自己的重压之下 这种体能下降的比较快 对 看到希望了 所以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有一定的提升 漂亮 漂亮 手拳 赵博士 赵博士今天的这个战术安排非常非常得道 而且他的自信心增长了不少 哦呦 千百拳有命中 赵博士直接的千百拳 就是说 这时候凤天豪要把防守全拿起来 虽然说有一点累 看感觉到有 有点 好有一个早心的 其实赵博士也不能着急 对 要稳一些 逢天豪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 体能现在出现问题了 能看得出来有一些软了 这个时候出动作的质量已经跟不上了 对 捷腿做反击还做银击 哎 哎 哎 今天的这个 哎 赵博士的几季的直接的摆拳和勾拳都有效果 对 哎 哎 有点千百拳 哦 前百拳 前百拳 后百拳 人马交拳 凤天豪要把这个拳拿起来啊 对 哎 哦 后直拳 这是一个做了一个变化啊 看似是前百拳 其实是一个后直拳 哎 今天的这个赵博士真的 打得非常聪明啊 对 刚才晃拳又加了一个低扫 现在又开始做拳法上面的虚晃 有轻有重 挤到拳脚 要做什么动作 稍微有些犹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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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压 勾拳 哎 慢慢在消耗对方的这种意志力 对 其实赵博士看到呃 冯连豪 体能有下降之后 他的这个速度也没那么快 对 他就觉得我我缓一缓 其实也是为自己 是 保存他的体力 能够让自己慢慢的恢复 对 还要保持给对方的一定的这种压力 是 又是勾拳 好 还有10秒 好的 前百拳有命中了 哎 冯连豪我觉得听到第二局的这个 这个 乔木板的声音心态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累 可以调整一下 能够感感觉到他这个看 他在趴在围城的内来上 这个 太累了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累消耗太大了 是 消耗太大了 这就是 因为冯连豪有一段时间没有没有打比赛了吗 你在感觉可能稍微差一些 对 长久不打比赛 和这个赵博士 是刚刚经历的那么残酷的赛制到现在 对 正是一个比较自信的时候 对 好 好 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我们经过这个局限休息之后 看一看篮放选手冯连豪能够恢复到多少 看一看篮放选手冯连豪能够恢复到多少 这个速度和力量都恢复过来了 对吧 看看能不能坚持打完第三回合呢 对 哎 好的 不行不行啊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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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拉开 所以你可以遇到赵博士这样的选手 其实是最难受的 因为什么呢就是 他打得比较粘 对 他一直在进攻你一直在压制你 他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整个你不是光是 动作在紧张的状态下 而且你的思想也要跟着紧张 对 所以你的体能就会双倍的去消耗 是 直接点吸 就是 那时Bone天好像手又拿不起来了 看出 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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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能够听得出 也能够听得到冯天豪这个 场边的助理的教练特别的着急啊 对也在为他加油鼓劲啊 冯天豪曾经拿到过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 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啊 散打泰拳自由搏击 他这个三能 三能王应该说是三西运动员 对都可以打 技术也比较全面啊 技术比较全面 今天就是这个体能的问题 我们看在第一回合的后半段 他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不过还是有基础在 有基础在 能够恢复 也只是苦苦的支持 是 都可以 哎 哎 年大年大年大 都有去掂个前期 你还没把他打他 我打他我就打他去了啊 你两个 我打他 前面撤一辆 啊 我这谁用 我这谁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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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手要啊 好的 徐黄的滴扫 再做 再做 滴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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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看准 看准 高的 看准 没事了 打完拳 再做拳 再跟 再跟 哎呦 今天赵博士 也打得比较聪明 他会根据对手的这个状态 去调整自己的一个进攻 是 他知道你拳拿不起来了 我就要连续的拳连续的进攻 尤其在第三回合已经 还剩几秒钟的时间了 最后点时间 坚持一下 好 拳打比赛结束了 是 这个 你好 太不容易了 不容易 就是体能 还是长时间没有 比赛 对 对 但是今天赵博士 他的战术用的是对的 对 所以冯天豪在临场上面的 适应的能力可能要相对差一些 对 你适应不了 你可能你的整个的这个 肌肉的状态 以及这个思想的状态 都是在紧张的状态下 对 所以很容易这个体能 就会出现问题 是 我们来看一下 慢性的回放 哦 这千百圈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有这种头部的位移 对 所以这就是赵博士聪明的地方 在对手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下 我只需要这个蒙准狠就行了 我不用再连续的 是 本来他就已经无力反击了 对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有请太阳与商丘市运营中心 总经理尚浩先生 有请太阳与夜线运营中心 总经理李勇军先生 为双方颁奖 好 祝贺赵博士 感谢彭天航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16年 出加比赛 对 现在出加比赛有什么样的行情 有什么不一样吗 都是比较兴奋 还有紧张吧 因为武林峰 它这个赛事是中国来自世界 都是第一的 然后 特别好 然后上台 然后自己也会产生压力 或多或少 你之前你有想过什么样的战术安排吗 之前我就采访的时候说带着计划来的 带着战术来的 战术就是不跟他打距离 打距离他那么高 我肯定打不过他 我只能打进去 打健身 你觉得你的战术的安排 今天发挥出来多少 发挥的是差不多 但是拳法的感觉稍微差了一点 还可以再好一点 先不说了 我要去干各个比赛去了 接下来呢 六十公斤级的超级战 呈现给大家 蓝方选手代表了 山东向王搏击俱乐部 我们搏击街的双子星 而且这个双子星呢 同时出现在了 我们超级新人王当中啊 可以说是2020年 让人眼前一亮 那接下来哥哥要出场了 今年26岁的哥哥身高是1.67 我们有请 赵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拳手代表了商丘波帕姆泰拳俱乐部 一位泰拳系的运动员啊 今年21岁 身高是1米77 我们有请 厂上裁判牛曹旺比赛 现在是1位泰拳 比赛 比赛 现在是1位泰拳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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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一位泰拳 比赛 一位泰拳 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个依然是60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商丘波帕姆拳馆的卢宝明 蓝方选手来自山东向王狗斗的赵战士 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弟弟的比赛 赵战士是哥哥 看看兄弟俩今天是不是都能够获胜 赵战士也是刚刚参加了202060公斤级超级新人王尖腰带的争夺 当时他是输给了赵江峰和杨明战胜过薛申镇 也是能够看出他们兄弟俩有进步 对 冬方选手卢宝明 我们从他的俱乐部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这个泰拳系的运动员 是 看看这个 这个大臂上这个 弹的这个东西就知道是泰拳系的选手 他的这个碧菇 这个碧菇 我们看有些这个运动员 就泰拳系的运动员上场会带这个 颜色也不同 然后有一种说法是 就是在很早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保佑出征的 这个战士带的这个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碧菇的颜色 就是来 来区分判断 这个泰拳的这种 等级不同 段位的 段位不同 但是有有有这种说法 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就说像这个日本的控手刀啊 还有这个韩国的泰拳道一样 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段位 是 两个人上来这个就开足马力 就是动作四大历程啊 对 卢宝明在今年打了武林峰的两场比赛 有一胜一负啊 一场是战胜了 游国城 然后是输给了郑州顺远国击的上喜风 哎 我们看到赵博之赵班赵战士两个人的风格真的很相似啊 今天比赛中间都是这种步步紧逼压制对方给对方更多压力 因为你也知道他们所对的这个对手都比自己身高比赛要多很多 就不跟你打中远距离我就要逼着你去打 终于找到自己风格了啊 这个时候卢宝明有一些被动了这个被动的震灯腿 哎呦 好像腹部能够感觉到被击中的感觉了这个时候 有一点护腾的感觉 哎 太拳系的选手他有这个震灯腿 在被动的时候他可以用震灯腿来控制一下距离 让自己调整一下 好 10秒 虽然有些被动但最后10秒了能不能挺得过去 挤到拳脚了 又是肌腹 大体回合 在面对身高必胆比自己有优势的运动员 博士和战士兄弟俩这个制定的战术是有效的 对 就是我不给你这种中远距离 我就是不呼紧急跟你拼这种中近距离 我们就是回忆刚刚上一场 这个博士对冯天豪的比赛也是这样 也是被 也是把对方打得很狼狈 对 对 今天阿姨这个拳 固执 领域 发 好 第二回合 我们刚才看到蓝球选手造战是他的弟弟啊 也是刚比完赛就过来给哥哥指导 对 这太拳系的选手他的这个可能拳法稍微的是他的劣势但是扫腿很重 对 顶锡 对 顶锡 选手来讲的话 这种近距离的对抗 他们应该是不怕的 稍微有些被动了这个时候 虽然通过第一回合的调整 体力有所恢复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稍微被动的情况又出现了 这两兄弟确实有 这种气质的表现 就能够感觉到备战很充分 是啊 这两兄弟确实有这种进步啊 是啊 哎呦好 被对方抓了一个引起 对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当红棒陆网民适应了这种节奏和距离之后 是啊 其实赵战是并不占太多的便宜 对 其实这个时候他也应该再调整一下 是啊 所以陆网民的这个扫腿很重 是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赵战士的他的这个 身体的侧身位能够感觉到有有瘀青的地方 好 还有10秒 最后一点时间 最后一点时间 可能造战士也是体能稍微有所下降 这种压对方的这种势头 可能并不是像第一回合这么足了 对 偶有这个是一个走机的动作 如果有慢镜头 我们可以再回放一下 差一点点 好 这个后织权有命中 好 六十公进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卢宝明 蓝方选手赵战士 好 第三回合两个人开足马力了 对 我们看到两兄弟真的这个风格也特别的相似 动作的这种速度和爆发力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他特别黏人 对 就是不停的在出动作 他的二次进攻 好 这个卢宝明的这个毕姑 要试一下 毕姑往下滑了点 其实按照这个毕姑在泰语当中 他叫八戒嘛 就按照这个颜色来 来这个区分泰拳的等级的话 黄色是泰拳的二次 就按照这个段位来讲的话 但我也有问过一些泰拳系的运动员 我说你们带这个毕姑的颜色 是代表着你的泰拳的等级段位吗 他说不是 我们就是图一个好的一个照头吧 也有运动员这样讲 两个时候互相的换拳 都有命中护制群 转身 阿德陌峰 高波斯是不是照站姿 是不是看到对方这个腹部有这种 哎 空档 压到拳脚 要出什么动作 哎 哎 哎 其实赵战士刚刚还是迟疑了一下 他是有机会 可以把鲁宝宁压到这个圆城脚 是但是他没有没有压的那么 哎 刚才在一瞬间其实鲁宁的腹部能感觉到有一些 他护腾的感觉了 所以赵战士可以继续攻击这一点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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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十秒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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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选手代表了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在2017年的时候走上了我们的武林新一代 2018年远征泰国 并且拿到了泰国巴格拉拳场的冠军 今年23岁的这位选手身高是1米74 我们有请张松赏 张鑫比赛 张鑫比赛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66公斤 及的一场新锐战 我们的解说嘉宾四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介绍一下两位 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张松山 蓝方选手来自洪光搏击的张俭 两个人从这个年龄上来说 这个差距不大 一岁 然后从身高上来说呢 然后差了四公分 臂展也相差无几 你从资料上显示 但是这个张锦是一位曾经也打过这个拳击的比赛 那就说明他在拳法上还有独到之处了 对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这个时候可以看出倒是 同学生的张松山这个拳法还稍微强一些 张松山在2017年参加过武林新一代 当时叫全新一代 战胜了王靖仁 2017年他还打了一场武林锋的中加对抗赛 当时那场比赛就是输了 输给了加拿大的运动员卡尔洛 就从这个来看 就说明他在这个擂台上还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张锦应该是武林锋所战 所以这次第一回合好像还要找一找感觉 并不是这个拳法你看他的距离就是相对于相对于差一些看 找不到距离这个时候 抵扫很小 不换前刺 然后两个人都有千百都有挂到 看来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拳法上面稍微的 这一阶段我们看蓝方选手张锦略显被动 他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找好距离 然后找机会 找机会 就是这个时候拳法的距离还相对差一些 对 洪峰张松山他2018年到泰国训练过一段时间 所以刚刚我们看他在这个拳法上面 还还是要擅长一些 而且他拿到过泰国邦格拉拳场的65公斤级的冠军 这个前摆拳有命中 两人在互换拳的时候 要把另外一个拳防守的拳要拿起来 第一回合主要就是还是在这个拳法的一个 对两个人都赞成拳法 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感觉到 但是这个洪峰选手张松山 能够感觉到他的拳法后面他有跟动作 他有跟低扫 对 所以就要要要动那个拳面 我们现在看到张锦他的教练 也就是伸对洪光 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好久没有在围风有这个洪光的消息了 这是一场66公斤级的新锐战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张松山 南方选手来自洪光搏击的张简 我们刚刚在局间这个休息的时候也看到了张姐的教练就是洪光 洪光是武林峰最早一批的中国勇士 给了对方一个赌秒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在一回合比赛当中出现三次赌秒判对方运动员获胜 通过第一局的试探以后第二局很明显看着张中山这个他的经验 哎要比对方要稍微丰富一些抓机会的能力要要比对方突出一些 是其实我觉得这时候蓝方选手张简应该去调整距离 还是要调整距离 哪个距离我不给你这个拳法命中我的这个距离 是 好要跳起来 好到这个围绳边了非常危险了 又是命中了又被对方命中了 不要站的不动不要站的不动 看看红帮牧手张松山能不能抓住机会 KL对方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 来一个高扫或是跳蜥 你说过去了 诶 抓银记 男朋友张检这个时候鼻子有流血了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呼吸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哎呀 结结实实的一个后置拳 第二次的嘟瞄 好像很困难 很困难了 哎呀 能不能继续 不需要 我的感觉是 就是这个阶级是有利于对方的情况下 他蓝方张检他没有想着去调整距离 他是在抓迎击的机会是这样吗 是 就是这也是说运动员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是受到重击了以后 可能我更想去赶快去扳回一层 而并不是想去我保存实力 然后让自己充分恢复过来了以后 我再去把这个比分再给拉回来 好 我们看看 就是这一季后置拳直接的上步 对方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上步特别快 红光当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武林峰的粉丝全民 直到今天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1分47秒 红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总导演于雷先生为双方颁奖 祝贺张松山 也感谢张姐 首先感谢武林峰这个冰赛 首先感谢武林峰这个冰赛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的梦想嘛 就是能够站上武林峰这个擂台 也就是17年时候也打过 然后中间又一两年没打 就是回来非常非常渴望 非常就是 非常渴望生命 如愿也尝了